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很快就出顶并展开调查 事发当晚 王某某在酒店大堂值班 赵某某董某某夫妇二人来到酒店对面的便利店购物 停车时并未关闭远光灯 导致灯光直射酒店大堂 严重影响到王某某工作 于是他好心上前提醒 结果双方发声口吊 随后夫妇二人又对王某某进行殴打 事后王某某报警并去医院做了检查 太阳穴被打的鼓了一个大爆 多处软组织损伤 在检查的过程中 医生发现王某某已经怀孕一个多月 但由于受到殴打 孩子已经先照性流产 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夫妇二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 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三个多月后 王某某又向派出所提出要做伤情鉴定 等鉴定结果出来后 夫妇二人还将继续受到惩罚 这份通报可以说将事情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详细讲述 但网友却对之前的处理结果并不满 大家一致认为处罚太起 开远光灯首先就不对 别人提醒一句就开始动手打人 而且还把人给打流产了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导致孕妇损伤引发早产 已经构成故意伤害 因数三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必须刑居 现在是法治社会 可依然有不少人无视法律法律 嚣张跋扈 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 希望相关部门能以以言成 不要只是罚款两事 不然他们下次还胆 目前伤情鉴定结果还未得出结论 但就目前的证据以及网上的舆论来看 这对打人夫妻大概率要接受第二次处罚 而且这次处罚要比第一次更严重 搞不好就要进去过年 那么大家觉得呢